为其指控中国光伏企业避税 美商务部将调查 对国内市场有没有影响 近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 美国商务部称 将调查中国太阳能生产商 是否通过在四个东南亚国家开展业务 来规避太阳能关税 这项调查的结果可能导致美国对在柬埔寨 泰国 越南和马来西亚经营的中国企业 生产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征收高额关税 3月30日 A股光伏设备板块报收1641.49点 涨幅3.33% 换手率为1.67% 成交额229.59亿元 美国商务部说 此次调查是英总部位于 加州盛合赛的太阳能组件商 O3SOVA的要求 当地时间3月8日 奥克星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指控 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 通过将太阳能电池片预输到东南亚 完成组件封装 以规避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 美国约80%的光伏组件来自越南 马来西亚和泰国 奥克星在请愿书中强调 目前 从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进口的光伏组件 将继续降低国内生产商定价和竞争力 并限制奥克星公司在投资和扩大生产的能力 据悉 调查启动后 将在150天内做出初步裁定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 尚未就案情做出任何决定 目前不会征收额外关税 将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 但如果美国商务部证实了上述指控 未来或将太阳能关税扩大至东南亚范围 并追溯至调查启动之时 美国太阳能行业贸易组织 对此给出反对意见 其认为 仅仅仅是决定调查 就足以阻碍太阳能项目继续进行 损害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奥克星公司在请愿书中提及多家中国光伏企业 包括金科能源 龙基股份 阿特斯太阳能 天和光能等国际金融报记者 以投资者身份致电龙基股份董密办 对方表示 目前事件仍停留在媒体报道层面 暂无法判断具体影响 国信证券预计 上述消息在短期内 将对美国进口 东南亚产光伏组建的节奏有一定扰动 组建生产商和美国进口商 电站投资商都将重新评估事件影响 一些合同桥款或需要重新谈判 3月29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美国正在对中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的官资问题 展开调查 中方如何评论 汪文斌说 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我想强调的是 美方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将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 最后只会反噬自己 损害自身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 可以追溯到2011年11月 彼时 美国商务部正式立案 对产自中国大陆的太阳能电池 不论是否部分或全部组装成组件 层压板 电池板或其他产品进行双反调查 并于2012年10月做出中裁 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 实质性损害了美国相关产业 裁定征收反经销和反补贴关税 2014年1月 美国又对中国光伏产品 发起了第二次双反调查 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中国台湾地区 2018年1月 美国通过201法案 宣布对全球光伏产品征收 为期四年的保障措施关税 首年税率30% 每年下降5% 2018年6月 中国光伏产品被列入 正式清单 作为国内光伏龙头之一 龙基股份最终未能幸免于制裁 2021年11月3日晚间 龙基股份公告称 今何时 自10月28日至11月3日 美国海关依据暂扣令对龙基股份 即美国子公司 出口到美国的共40.31MW组件产品 进行扣留 本批货物约占公司2020年度 出口美国销量的1059% 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发货 仍在正常进行 以满足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 此外 公司的销售区域布局全球 不会对美国单一市场 产生重大依赖 针对组件扣留事件进展 龙基股份于3月7日在互动平台回应称 公司正在按照美国海关要求提供追溯性证明资料 近期 在相关材料得到美国海关批准后 公司被扣留货物已经按照批准的数量 被允许逐步放行 目前 国内光伏市场涨势喜人 自1月12日反弹后 龟料价格已迎来第11周连续上涨 据龟业分会3月30日数据 本周国内单精副头料价格区间 在24.6万至25.4万元 吨 成交金价上涨至24.98万元每吨 周环比涨幅为0.64% 单精致密料价格区间在24.4万至25.2万元吨 成交金价上涨至24.75万元每吨 周环比涨幅为0.69% 生意社多金规分析师认为 光伏行业整体表现强势 上游供应紧张局面短期难以改观 这将仍是维持高价格的推动力 但目前已经形成上下游博弈局面 虽然龟料厂家在溢价前仍占据主动 但下游对高价的抵触心理 会令龟料上涨趋势迎来压力 本期看龟料货仍有上行空间 但涨是会继续放缓 受龟料涨价推动 龟片龙头频繁调价 3月25日龙基股份再度宣布 上吊全线单精龟片价格 涨幅1.8%至1.9% 2022年以来 公司已连续5次提升单精龟片价格 无独有偶 作为龟片双雄之一的中款股份 今年也两次上吊龟片价格 最新一次调价时间为3月4日 厚度为160微米不同规格的龟片价格 累计涨幅为12%-16.7% 厚度为150微米不同规格的龟片价格 累计涨幅为12.2%-17% 政策面上 国内光伏行业也刚刚迎来利好 3月29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 大力发展风电光伏 加大力度规划建设 以大型风光基地为基础 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 以稳定安全可靠的 可高压输变电线路 维在体的新能源供给销纳体系 优化进海风电布局 开展深远海风电建设示范 稳妥推动海上风电基地建设 积极推进水风光互补基地建设 继续实施整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 加强实施情况监管 另据3月21日 国家能源局披露的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1至2月 国内光伏新宗并望 同比增长234% 达到10.86GW